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抱着这种弃而不舍的精神 他想比较一下随机四口的直览和六口的直览有什么区别 我上一个视频说了随机打其实就是装闲装闲 我们就是打装闲装闲也好 你说你不信那你看一看我上一个视频 如果再不信我模拟装装闲闲也行 或者是装装装闲闲闲闲闲 这个都可以 这个主要是说明这个打懒 在我来说没什么价值 打懒主要是我是证明这个断懒 主要是跟网友模拟一下断懒 这个输的赢的其实不重要 我们就看看断的机会是多大 然后这样就在我们打排过程中我们要预计一下 比如说你说每一靴断懒一次 对吧 那我们可以说我们一靴中断了两次 其实就算倒霉了 没断算幸运了 只是说给大家这么一个数据 大家思考一下 关于这个模拟器本身 它就是用Excel做的这么一个表格 做这个模拟的目的就是 不要一手手的去打去试 在电脑上也好 在赌场也好 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就是这个快速的看一下结果 所以有的朋友说要用特别复杂这个押注方法 很智能的 通过前面分析 这个可能模拟不了 起码我是模拟不了 我这个可能没有这么强大 可能要这个会编程这些人 可能他们可能模拟 这个判断这个条件什么的 我不行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测试一下比如说蓝法和押注方法混合的 或者是说 我觉得我这个押注方法 能不能跑赢随机 对吧 如果跑不赢的话 我还不如打随机 闭眼睛瞎打 或者都打装都打闲 或者这样 关于这个模拟器本身 有的朋友问我说能不能分享 或者能不能购买什么的 我首先来说一下 我是职业打百家乐的 我这个是模拟器 这些东西是业余的 千万别提卖 我不是卖模拟器的 这个不值钱 你卖了 卖的东西是一个产品 你要提供服务的 我这个做不了 做不到 分享的话 我以前提过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我分享给你 你不懂 你还要来问我 你说我是答还是不答 对吧 这个到最后大家说 这个不好用 是垃圾 那我就白白挨骂 我也不想 有一个百家乐博主 叫百家乐新兵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他自己制作和分享模拟器 和我差不多 比我的药药功能好 我当时也去下载他的模拟器 我想看一看 能不能改进一下 后来发现 自己能力有限 看不懂 他怎么做了 我看不懂 我也不好意思问他 对吧 因为人家免费分享的 我也不能说有问题 再去问人家 他也没有义务告诉我 所以我就 还是弄我的 我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弄得懂 我就弄我的 别人给我 我没有这个能力 别人给我 我也看不懂 所以拿来 我没有意义 所以我就没有说 把他的模拟器 拿来改进自己 就没有这个想法 放弃了 实在看不懂 又不好意思问 好了 多的就不说了 就看一下 网友提出的 四口之蓝和六口之蓝的 区别 我们在一个 大概十分钟之内的模拟 十分钟之内的模拟 做完 给大家看一下结果 好了 我们就开始模拟了 这个呢 就是按洗牌 开始 然后我们就 同时模拟 这个六口和四口的 区别 你看这个 清零 我们这个 按一下 有两个图形 两个胶盖 就说明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个图形 如果不断缆 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断缆的话 这个 就有些区别 一按 你看 这个 胶盖的是一样的 什么两个都没有断缆 这是我们断缆那里 显示的是零 再开始 这个就断缆了 看到没有 这个 大概就是 这么回事 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断一口三口 我们自己看 黄的是这个 橘黄色的是六口 蓝色的是四口 通过这个分别 再看 九靴 一个断了四口 一个断了十七口 我们这个就 不停的按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蛮快的 我们很快就能看出 这个 看出这个趋势 有什么不同 六口平均是0.5 四口平均是2.0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一靴牌里 这个断了0.5口 这个四口的断了两口 这个关键的数据都在这 输得赢的呢 我们其实倒先不用太关心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四口和六口下的柱是不一样的 六口这个最后两柱 这个1600 3200都比较大 所以平均下起来呢 这个平均柱马 六口的可能是稍微大一些 这个断的残啊 你看看 六口断两次 四口的呢 就住平均柱马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无论结果怎么样 一样的压住法呢 这个六口的振幅肯定是要比四口的大 赢也赢得多 输也输得多 这么一个状况 好了 我们接着看 现在模拟了51口 这个六口平均0.4 四口平均1.78 接着看啊 这个六口现在是赢的 四口也是赢的 随机打法 这种情况 要是我 我该走了 这个别再模拟了 这个模拟下去 按理说 按照我们上次这个随机打法来说 应该是输的 这个运气好 说明手术还没有到 现在我们打了70多手吧 70多靴牌吧 有2万 2万就是200个柱马 相当不错了 接着模拟 现在四口是赢的 六口是输的 六口现在已经进了这个输的区 又赢回来了 好 我们继续 这个差距大了 六口呢 发生断缆的情况 输得非常惨 刚才我们先输一半都有可能 断两次 这个断了一次 就是大概6000多 断两次呢 可不就1万吗 对吧 10 10几靴牌 108靴牌 我们断了50次 0.45 我们四口懒呢 是110多靴牌 那这个断了210 220 就是2 基本是0.52 可以基本确定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演示完 因为这个 到基本这个数字不会变 那基本就差不多了 现在这个断缆的频率啊 基本差不多了 我觉得 在这个数字呢 我们再看一看啊 我们 多打几学 因为它每次这个数字呢 差不多是3000多 如果这是打300多口的话呢 这个一平均的话 增长来说就 就 差不多是10啊 所以就 影响不太大了 我们要打满3000靴啊 基本就 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数字是有真实性的啊 因为再怎么变化 变化一次的话 增加不到两块钱 不断缆 我们情况 看一看这个 曲线是一模一样的啊 两张曲线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 这两个其实差不多 真正出现分别的时候呢 就是断缆 看看 六口的几率0.47 四口的几率1.93 现在两个都开始输钱了啊 我们打这个100靴 100靴的时候还赢的啊 现在开始输了啊 所以我们在实战中 有没有朋友们想过 这个打一段 停一段呢 对不对 不能一直打啊 这个 我来讲是虚拟玩家 我是反打 所以 我们从大趋势来讲 一穴牌一穴牌 我们看我们连银几穴 是不是有时候也想到反打一些呢 对吧 这只是一个思维了 这么一个想法 好 我们接着看 先模拟200靴看看啊 模拟200靴这个数字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六口呢 我们输的多呢 我们是有道理的啊 我们 我是没有算这个 计算一下平均每口 这个压多少啊 平均 四口的肯定是输的 输的少赢的也少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四口的平均数啊 每一注啊 肯定是小于六口的 如果输钱的话呢 现在看来呢 这个六口平均输300多 四口平均输200多 有这么一个二和三的关系啊 所以搞不好 注码也是这个 这个左右 但是我呢 基本可以这个 很确定的告诉你了啊 六口每学断缆的机会呢 这个是差不多 1比2啊 0.5 四口平均断缆 差不多是2比1 就是2.0 这个 我不知道有什么 这个数字关系在里面啊 我们可不可以大胆的预测 这个五口断了 机会是1比1呢 对不对 一个是一半啊 一个是2 那五口搞不好就是1 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假设 这个 七口是四分之一呢 这个都没敢试啊 你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 这个里面不知道有什么数学规律啊 怎么正好是一个是0.5 一个是2呢 也许这个中间蕴藏了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数学规律啊 除非多做模拟 把所有情况都模拟完啊 如果是说找出规律的话呢 有这个倍数的关系在里面啊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压注也是压倍数的啊 这个得说打平了 对不对 你压了一倍 这个断缆机会也增加了一倍 那你这个再多压一倍 断缆机会少了一倍 你这个付出又大了一倍 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啊 我们从这个 三口懒 四口五口六口七口八口 都测试一遍 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倍数的关系 那这个你打这个直缆啊 就倍缆的话 那就又回归了平住了嘛 对不对 你打的越多这个 越长 断缆机会越少 你付出的也越多啊 你断了输的也越多 所以真的有这么个倍数关系啊 就回归平住了 那说明 缆没有什么用 我只能这个粗浅的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 缆没有什么用 好了我们看看吧 打到后来其实差不多了 这个现在我觉得已经 有点那么个意思了啊 一个输了300 一个输了200 基本数字变来变去就这样了 对吧 所以 我就不模拟太多了吧 模拟一个模拟的差不多了 我就觉得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了啊 因为再试的多呢 就是这个最后一位数字发生变化啊 开始一位数字已经不会发生变化了 一个0.48 一个2.06 基本就是 这个这个 基本就是一半和一倍的关系啊 一半和两倍的关系 一个输了400多 一个输了300吧 我就没算这个平均值 算平均值估计也 也可能从这个里面找点关系 就不是特别完善啊 这个只是证明这个懒 其实没啥用 输了400多 这个输了200靴 好了我们就 不弄了 就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说明这个懒 我觉得作用不大啊 一个心理作用 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觉得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这个 就像我以前讲的一样啊 不靠谱 我以前讲也不瞎讲的啊 我也是经过研究的啊 所以提高正确率 我们在想懒 要不然呢 这个不要考虑了啊 我们着重点放在这个 提高胜负率上面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